而另外一个重要的国际经济大事 就是中国大陆正式召开了两会 在这场正式召开的两会里头 有几个非常重要的政策一项一项宣布 而过去呢我们去年所看到的十八大 指的是中共的 就是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权力改组 现在是属于中国大陆政府的权力改组 那么国务院总理呢正式的换人 温家宝下台一鞠躬 在下了一鞠躬之前 他也宣布了几项重大的政策 我们待会会为大家一一做报道 美股所以冲高的一个因素 也跟这一次的两会公布几个重要的数据有关 首先呢是中国大陆的出口啊 中国大陆的出口呢 二月份的时候出口激增了21.8% 那么这使得许多人认为说 中国的出口呢已经开始恢复它的增长力量 另外就是在这一次的时候 两会出现了非常多各种不同的讯息 今天我们将为大家做出两会的特别报道 而在这次两会特别报道里头 很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 是英国金融时报特别点出来的 他说整个中国大陆的两会 两会呢就是包括政协 以及包括了人大 那其中特别是人大的部分 他提到呢 这可能是全世界最富有的立法机构 因为人大就是管法律的 那么他们统计计算 从人大到政协加起来 有83个人他们的身价是10亿美元以上 这指的还是公开资料 没有包括不公开的资料 换句话说如果你把钱转移在海外 或者你是贪污的官吏 那这是查不到的 那查得到的钱里头呢 按照富比市或者是最近的胡人榜里头 计算起来 有将近83个人 他的身价是10亿美元 换句话说将近300亿台币左右 那如果来看美国的参众两院的话 美国参众两院没有一个人的身价 超过10亿美元 只有一个美国的德州来的众议员 他的身价是5亿美元 所以他们说这是全世界最富有的立法机构 而在这个立法机构的富有情况下 习近平正式的上台 他很了解中国大陆现在面临的问题 就是如果我们用一个简单的 华尔街日报的说法 就是中国呢 是全世界富豪最多数量的一个国家 但是另外一个部分 中国大陆呢 同时有7亿的农民 在中间只有非常薄的一层中产阶级 这些中产阶级非常的薄 他很薄 薄到这群人是受到高教育的 他们是会使用网络的 他们是有发言权的 还是社会的精英分子的 那么在学政治学的人里头都了解 一个国家跟社会的稳定里头 相反的 他的中产阶级是要比较厚的 我们常常有一个叫做洋葱理论 就中产阶级必须是最中间最大的一群 然后可能会有贫穷的 会有富有的 可是上下是比较少的 那这样的一个社会模型是最稳定的 而中国大陆刚好相反 他有7亿的农村人口是贫穷的 他有全世界最大的富豪量 但是他有薄薄薄薄的一层中产阶级 所以这样成为中国大陆 未来经济跟社会重大的一项挑战 因此这次两会呢 很多代表他可能是大富豪 但是他们就在习近平的要求之下 要求一切简朴就特别的低调 也没有人再搭富豪的车来 那甚至呢 也不像以前就喜欢拿名牌包包来炫富 这次特别的都拿一些公事包 有的人还拿些袋子把它盖起来 一切重建 这里是全球奢侈品销售成长最快的城市 但有件事让国外的品牌经理很疑惑 北京的奢侈品销售旺季集中在三月份 销量是平时的两倍 只要是经典款 在这期间几乎被一扫而空 多年经验的销售员说 少获的豪客不少是外地人 他们穿的土买的多 这些顾客这几年专挑低调奢华 不外标志醒目的商品 而送你的对象 是平常在地方上见不到的高官 此时他们集中在北京上会和两会 带动了这股奢侈品的需求 而大陆全国两会是全世界富人最集中的国会 有83人身价在10亿美金以上 现在情况下大家仇富还有一个什么原因 因为有相当一部分的富的来源不正当 他有很多是官商勾结 陆天明是大陆的反腐作家 他以调查报道手法记录大陆官场文化 写了反腐四部曲的小说 后来改编成电视剧 创下39%的高收视率 大陆官方在年初公布 隐匿十年评比贫富差距的激励系数 去年是超过贫富两级分化紧接线的0.474 而一些机构调查的数据是在0.6以上的贫富悬殊差距 更早之前的报告也显示 大陆0.4%的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 现在的仇富有他合理的基础 有他合理的基础 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人 他在官商勾结之后 负富分化在贪污腐败的吹花下 成为社会仇富仇官的活药头 这让大陆官方不得不应对 大会秘书处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例行节约 反对铺张浪费重要批示的精神 研究制定了本次大会改进汇丰的具体措施 习近平在去年底祭出八条新规定 除了减少官员出行的交通管制 还要轻车减从简化接待 下乡出国访问不迎来送往 也要精简会议内容 开短会 讲短话 历届空话 客套话 文件简报也力求精简 此外 中央高官的新闻要压缩报道的数量 还规定除中央统一安排外 官员不公开出版著作 不发贺电 不提词提字 并立行勤简节约 严格执行住房配车和生活待遇的规定 要严格控制会议经费的支出 要简化会场的布置 要严格地执行会议的伙食标准 统一乘坐大车进出会议 尽可能的不封路 习八规执行了彻底 让今年两会开得低调 往年此时的北京已是花团简出 但今年没有花圈花燃 也少了红地毯迎宾 这是一般的包 放门箭的包 这是会议发的吗 对 这个比较简单 实用 包括接待 会场布置 这些比较经典 过去两会被批评是炫富的舞台 与会代表都不想再成为箭靶 名牌包 名牌表全收了起来 大多数人拿的是大会发的公事包 这些代表悬浮的做法 我相信如果他不是白痴的话 他一定会收敛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表哥 房姐都给抓出来了 他不可能站在会上再去选 仇富让代表们不得不收敛 而历年来最低调的两会 却是言论尺度放得最开的一年 有人当着习近平 背了嘲讽北京雾霾的打油市 批评官方的环保政策 还有浙江来的春书记 带着染色的黑心花生上汇 凸显大陆食品安全的问题 你这个我相信你百分之百吃过 你看看是不是人了 加工费三块钱一斤 六七块钱一斤啊 他这个饭地 最好的饭地可以卖到160块钱 权钱交易形成流远 不少富人更因为惧怕这种社会氛围 选择移民海外 有修养 不要那么赏养 就是有钱就买奢侈品 买宝马车 到时乱撞 就会尊重人家 就会有怜悯心 同情心 关爱他们 就是说他自己呢 要珍惜他自己 财富都拿得不容易 也应该感激 没有社会帮助 你也赚不了钱 也感受到 仇富压力的曹德旺 是福建的玻璃大王 连续好几年进入 富比市中国富豪榜前50名 而近20多年来 他的慈善捐款 超过50亿人民币 你是上一年 我有多大的力量 我很小的力量 实际上我是在修行 在做一种应该做的事情 他们说我13亿 我说绝对不敢当 曹德旺的修行 不是能否稍稍抚平 重复现象 而西八辉建址 大陆官场肉洗 今天两会 低调简朴的背后 要释放的是 大陆改革开放以来 巨大的仇富 与仇官的压力 小伙优优独的地方 小伙优独的地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